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健康頻道 今天是2024年的6月9號 我們在六週前 有跟各位介紹過 我們搶救卵斧病的胡蝶蘭 當時有三豬胡蝶蘭 那個影片連結放右上角 那三豬胡蝶蘭呢 其中這個是2402號 2403號 那2404號 確定陣亡 已經被我丟了 那我們就不再討論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2402號跟2403號的狀況 我們把距離拉近點來看看 從2402號這個角度來看 這裡有沒有 上面綠綠的 那個是要長起根 下面紅紅的呢 應該是要長側牙 沒意外是要長側牙 我們再轉過來 這邊呢也有一個紅紅的點 沒意外的話它應該也是要長側牙 OK 那2402號呢 看起來這個這樣子 算是沒有惡化 如果惡化的話呢 這兩邊呢 不可能會有紅色或綠色 應該會繼續枯死 所以當時我們軟腐病算是有止住 那接下來就是要等它 看看能不能順利長出側牙 你看 我們之前呢拍這個強制分株的 那個影片 那一株呢 它是第三週它就長出側牙 那這個是第六週 第六週才看到 感覺啦 我們只能用感覺說可能 可能快要長側牙 看這個是蠻像的 所以我們這邊做紀錄 好我們來看一下2403號 當時2403號呢 想這個樣子 那上面呢我們也是斷頭 上面種軟腐病我們斷頭 斷頭之後呢 六週的時間發現這個氣根你看都萎縮掉了 上半段的這個氣根萎縮掉 所以呢我們要打算要剪掉 看看是否下面還有活性 或者是往下感染 所以必須要檢查一下 好OK 那我們就剪看看 我們要檢查看看 到底爛到什麼程度 看起來這個是乾掉的 繼續剪 也乾掉了 因為我們現在擔心的是它一直持續的往下感染 那到時候就整個都死亡了 這看起來乾掉了 繼續講 喔好像不太妙的感覺 我拆掉一下 像這個就是之前呢 我沒有即時處理 它有可能會一直往下惡化 這樣子就表示很不好 來給各位看一下 終於看到有一點白白黑黑的位置 稍微 有黑黑黑色的位置就表示不太好 那我從哪裡判斷說 它可能乾到這個位置呢 這個氣根 有沒有 這個氣根呢是爛掉的 所以呢估計呢 它應該是感染到這附近 所以那條氣根應該是壞死的 再往下剪 OK啦 那目前這樣看過去這邊是正常的 下面是正常的 上面的部分沒有用 拆掉 給各位看一下 目前這樣看過去這裡是正常的 看得清楚 這邊 接下來呢就是要看 剩下的這一段呢 看一下這筋還剩多少 可能剩下一點點喔 因為下半段可能是乾的 我這樣子看過去呢 下半段 下半段的氣根都乾掉 只剩下大概這一小節 那這種情況要救活的機率就會 偏低 就像是之前我們在介紹的2404號 我說過 當這個筋部越來越爽 越來越短的時候呢 那個要搶救的成功機率就會越來越低 因為它要長出側牙的機率就會偏低 這樣看應該 機率很低啊 只能說救回來機率很低 但是沒關係 我們還是要試試看 記錄 那我們記錄呢 一邊搶救一邊記錄 一邊說明 讓各位做參考 日後呢有碰到類似 狀況的這個花友們呢 可以做參考 然後有一個參考依據去處理 當然 這個就是叫做處理太慢 其實我們應該在 更早之前發現它的 上面有一點異狀的時候 就要先拿剪刀剪剪看 把它剪掉 不應該讓它直接一直往下感染 像這個情況應該是往下擴散造成 造成剛剛前面那一段呢 都壞死 結果壞死之後呢 現在剩下的金布就剩下短短的 就很難保證 它能不能長得出側牙了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是先將這株呢 這樣處理 之後呢 我覺得啦 我說過我個人經驗 當金布剩下這麼一段的情況下 我沒有救火的 成功的紀錄 所以依照以往的經驗呢 這株失敗的可能性是極高 那我們還是要做紀錄觀察 因為 有紀錄有觀察 日後呢 花油我們在碰到的時候呢 才會知道如何處理 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 感謝收看 再會 下哪